面对国内电信业竞争激烈 各家电信业者端出决战策略 中华电信今年除了许下4G用户 充871万户的目标 锁定创新产业发展 以及拓展海外市场 今年将在泰国成立子公司 发展电信和云端业务 举备欢庆新的一年 三大电信之一的中华电 举办展望会 预估2017年营收达2312亿元 目标EPS4.75元 虽然小幅下滑 但关系企业却是屡传好成绩 IC测试类股中华金测 去年EPS20元 股价飙破1400元 成为股后金基母 今年中华电信子公司立顶 以近洪外线技术 获利表现与母公司持平 有望寻金测模式上市上规 那我们希望未来能够 就是一群这样一个模式 创造更多的这个 复制更多的这个中华金测 我们对未来 这个充满期待 鼓励集团内部自主创业发展 中华电总经理谢吉貌表示 2017年除了持续拓展 个人家庭以及企业三大市场 面对电信市场维力化 将大举进军东南亚 响应新南向政策 台湾的电信市场 其实已经非常保和 是鸿海的市场 我们认为海外的市场 就是我们将来成长的机会 加强跟东穴市场开发 再过两个月 再过两个月 我们的泰国子公司就会成立 中华电信先前与越南Vintail公司 合资设立IDC公司 中华电信持股30% 营收都能浮现 此外泰国分公司 也将在两个月内成立 取得当地服务型电信执照 并向与越南合资公司 发展云端业务 总计全球已经有65个据点 那么我们合作在那边设立IDC 那到现在呢 事实上我们的这个成果也都显现出来了 整个经营团队 对自己也有高度的期许 那我们也会前提以赴 郑游表示 新的一年将拓展海外市场 善用国际海来 以及海外据点的优势 串联香港 新加坡 越南 柬埔寨 泰国 马来西亚 今年营收大振很有信心 新南京市胡宗汉 沈为童 台湾 台北报道